美方还有罗素助理国务卿一起参与 我们谈话将近半小时 而且在他这么样的忙的时间当中 特别安排跟我们就相关的问题 我们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 今天大家的气氛都会了解一个 还不错 就是我以前翻英文最先开始念英文 叫做so far so good 翻中文叫做如此的遥远 但是如此的美好 好那么可以听到宋主义强调 包括从两岸关系到未来的经贸整合的问题 在由于美国总统递根之后 会未来川普上升之后 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局 以及不确定的因素 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讨论 但对于过多的细节 宋主义并不愿意去多谈 事实上他还强调 未来在几天之内的事实上 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跟各国的领袖做交换意见的动作 他认为此趟的重点 应该摆在经贸而非政治 事实上台湾积极在向外推出 推广出去 对台湾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对台湾积极在向外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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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台湾积极在向外推出